那一直認為說空間就只是一個空的東西 而就是我們制放的東西的東西 反映了我們複雜的這種社會關係 包括性別的種類的階級 其實一方面我們的空間又強化了我們自有的這種性別關係 原因是我們需要藉由非常多的這種女性主義觀點的思考 來挑戰我們現在自有的空間的 我們設計到營造到使用到經營的這一個過程 進而最後目的就是要挑戰整個我們自有的這種性別關係 那接著 我這邊有提到說 就是說這個在英文裡面我們經常用man來代表human 那我覺得中文裡面的這個公這個字 我覺得相當程度的好像跟manman 就是一個對稱的這種關係 所以我們會說公共空間我們說公園 可是我們知道公共空間其實它是男人的空間 還是它是屬於所有人的空間 那我等一下會再討論這樣子的問題 那今天我就主要從很多各種不同的層面 從我們整個受益整個教育的這個過程 一直到我們的大眾媒體或者說是 整個從家庭到公共空間裡面如何反映了 我們現在既有的這種性別的這種刻板的價值觀 那我這邊一開始第一個就是說 其實在我們出生之前已經有性別了 即使你的父母親還不知道你的性別是什麼 可是他買什麼玩具給他 做一件什麼樣的衣服給他 這個遠在孩子出生之前其實我們的一攤 那我這邊第二個舉的是加拿大的例子 這個是加拿大不曉得哪一個那個少數原住民的 他們的部落裡面 如果生的是男孩是外在世界的 而女人的將來的天地 他的那個未來是屬於廚房的 那我們雖然沒有這麼戲劇性的意思 可是我覺得其實也有很多類似的觀點 我們這邊好像就是 如果生的是男孩或者是女孩 送了禮物好像也不一樣 或者是男月的